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21号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已有超过20个国家 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代号为 繁荣卫视红海护航行动 其中有8个国家选择以匿名方式 加入这一联盟 五角大楼称该联盟将保护 红海的商业交通 免受野门胡塞组织的袭击 路透社称 8个加入红海护航行动的国家 拒绝公开身份 反映了在巴以冲突 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这次行动具有政治敏感性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21号表示 红海护航行动将起到巡逻作用 以保证商船的安全通行 赖德说 全球10%至15%的航运经过红海 而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 将影响全球贸易和商业 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袭击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 对以色列频繁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并在红海连续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只 胡塞武装19号说 美国主导成立的多国部队 无法阻止该组织对经过红海的 以色列船只发动袭击 美国防长奥斯汀19号宣布代号为繁荣卫士的红海护航行动 参与这一联盟的国家包括英国 巴林 加拿大 法国等 希腊政府21号也宣布 将派遣一艘海军护卫舰加入红海护航行动 以保护船只通行红海水域时 免遭野门胡塞武装袭击 不过 澳大利亚国防部21号表示 澳方不会向红海派遣船只或飞机 但会增派人员前往红海地区 西班牙国防部此前表示 只会参与北约领导的任务或欧盟协调的行动 不会单方面参与红海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